无声无灭者 涅槃之真理 真不是假的 理是理体 真理连起来 意思也很明显 真理 不是假的 本来无声明 慧能达是所谓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这是大半年吧 性向也如 理事不二 这个境界在哪里呢 就在当下 从来也没离开我们 可是我们就是 迷尔不诀 不知道他了 知道就好了 知道你就称佛了 你就叫正果了 这个信息 佛菩萨给我们透露了 弥勒菩萨告诉我 一坛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这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的 涅槃的真理 本来无声明 一坛指 三十二亿百千年 有多少 百千十万 三十二亿百千年 三十二亿百千万 三十二亿百千万 是不是三百二十兆 叶探指 三百二十兆个念头 一坛指 一坛指的 三百二十兆分之一 你想都无法想象 所以佛告诉我 本来无声明 这个 三百二十兆分之一 的这个生明 是舍报庄严图的幻想 自信 自信没有 没有什么 二十一念不绝了 起了这个波动现象 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 一坛指 三百二十兆个 威胁念头 那就是震动 威胁的波动 菩萨接着有始 念念成行 行结有始 每一个心 都有心 心是物质现象 十 受想 行事 每一个物质现象 都有受想 行事 这是精神现象 精神 精神跟物质一体 心有精神 后有物质 但是的速度太快 我们 我们 没法子看 看不见 那我们也没法子想 真叫不可思议 想不出来 但是给我们的概念 我们应该能够 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 精神跟物质是一 不是二 观世音菩萨 照进 无云皆空 你看 你看 就那个威胁的波动 里面就有色 受想行事 有这个现象 不可得 谁叫无云皆空啊 这是物质 这是物质最小单位 最小单位不存在 累积成这些现象 它能存在吗 好像是存在 实际上不存在 好像是存在 是你看错了 你迷了 看错了 如果你真正觉悟的时候 你知道 存在即是不存在 就正如同我们现在 在电视画面上 来观赏节目 电视的屏幕 就是自信 本无生命 我们观赏的这些节目呢 是里面的景象 这些景象 给你说一句真话 也是本无生命 你能不能体会到 屏幕不生不灭 你能体会 屏幕上的影像 也是不生不灭 你能体会到吗 这有现象 你真看见了 没错 屏幕上的现象 屏幕上的现象 是生灭同时 所以 也是 不生不灭 那 生灭同时 你说 你说 生的灭 你说灭 它又生了 每一个现象 都是独立的 不是相续的 相续的是同一个相 没有改变 那叫相续 它不是相续的 所以我们说 它说 相似相续相 不是真的 绝对找不到 两个现象是相同的 为什么 因为能生不一样 能生是念头 念念不相同 能生的是意念 所生的是现象 念不一样 现象怎么会一样 我们这个人想 就以这个身体来做别人 昨天的我 跟今天的我 肯定不一样 不是一个我 前一个小时的我 跟现在这个小时的我 不是一个我 同样一个道理 前一分钟的我 跟后一分钟的我 不是一个我 再跟你说到究竟主 前一念的我 跟后一念的我 不是一个我 你到哪里去找苦 然后你才能体会到 弥勒菩萨讲的这个意思 夜谈之 三百二十兆 三百二十兆分之一的我 跟三百二十兆分之二的那根果 不是一个我 你这才能恍然大复 佛讲的话是真的 无我像 不但我像没有 我见也没有 金刚经 前半部破四项 后半部破四季 四季也没有啊 这样你慢慢才能够 其辱 直观不耳 尽知名义 竟是尽体所决 知识智慧能决 没能转世尘职 这个决心 是从阿赖耶里头生的 专世成智了 你这个智 是从自信里头生的 自信 就是大臣经上讲的 不如智慧 这个境界非常非常温习 你怎么个观法 我们现在对这个事实真相 有初步的认知 我们走不到 为什么呢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念太粗了 叫粗心大意 没有这个能力 就查到啊 谁能够见到呢 法神菩萨 最低级的法神菩萨 原教出著 也就是说 原教出著 见到的 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跟我们一样 听佛说的 没见到 他们的位置比我们高 智慧神通比我们大 换一句话是 他们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 还是没真的 必须 要把起心动念放下 他就真的了 一真的呢 他就超越社法界了 升级了 升到十八专业度了 我们就称他为 法神菩萨 法神大四